下面這個題目是常考試,常常考的題目,還有一些變形 他就問你說,我們通常會假設這三個杯子一樣重 底面積也一樣大 然後就問你說,這邊的壓力,桌面所承受的壓力是多少 我們未來交液體壓之後就變成問 杯底承受的液壓是有多大多小 誰大誰小,還有別的變形,我大概要跟你講 請問你這樣誰大誰小 杯子一樣重,杯子一樣重而已喔 然後底面積一樣大 那這三杯水的壓力誰大誰小 來,停車戰界問,可愛大美女是嗎? 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三三 三三 三三不在 二六 二十六號大帥哥 幾例啊,什麼叫什麼,非常有問題啊 八呆,不會 不知 五 四 三二一 不會 請坐 拜拜 好 反正就是 F除以A嘛 正向力除以面積 面積都一樣,就只要管F就好了嘛 那這F就是重量啊 三杯水,誰最多 B最多嘛 杯口大嘛 B最多 誰最少 C最少 杯口窄嘛 所以呢 B最大C最小嘛 所以就大概C B大於A大於C嘛 就解決掉了 OK 好 然後我剛剛跟你講 會有變形啊 變形什麼變形 就是 我杯子啊 杯子啊 然後放個球 那水就會上去對不對 然後液體壓力就會有一些變化 液體壓力就會有一些變化 我丟球下去 我本來一樣高 把球丟下去 然後問題會怎麼樣怎麼樣 會有一些變形 好 第一個就是我現在問的是桌面承受的壓力 就是杯子跟水 未來會問的叫做 液壓 杯底的液體壓力 我還沒有交 液體壓力 然後還有一些放球進去的變形之類的 這種題目很愛考 請注意 請問你 為什麼可以用針頭 就戳進去了 很簡單啊 你呢 為什麼針頭 因為我們教過剛才講的一個什麼原因造成 一個什麼結果啊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10號 10 10號 那針頭 尖尖的針頭 為什麼就摳進去了呢 用理化的方法解釋 不要跟我說生活上 因為他很尖 加一點理化在上面 加一點理化在裡面 因為什麼什麼 所以怎樣怎樣怎樣 喂 喂 喂 答案耶 不講喔 你公上 什麼東西 對不起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東西比較大 因為壓力比較大 因為什麼 因為壓力大 因為壓力大 為什麼壓力會大 啊 冰基小 請坐 因為面積小所以壓力大 因為針頭面積很小 所以稍微壓力就很大 就刺穿了就可以打針啦 OK 很小事情一裝 請問你這是人家表演 躺在釘床上 有人告訴你說那釘子越多 看起來越恐怖 其實越安全 只有一根釘子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就躺不下去了 很多釘子看起來很可怕 可是比較安全 為什麼呢 我們 我沒有做示範啦 以前我們有人做示範 怎麼示範就是哪一個我們那個 插花的那個 插花的那個有一個床 有一個那個針山有沒有 然後拿個氣球壓它 壓一壓不會破 拿一根釘就破掉了 就這樣為什麼會這樣 來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22 22 快點 為什麼 差哪裡 快點 因為面積的問題 能不能再講更多 仔細一點 能躺下去 動力會平均分散在那一個釘子上 很好 請坐下 就是你好多好多釘子的時候 其實總面積比較大 面積大 面積大 反而壓力比較小 像剛才講那個氣球壓那個針山 不會破 可是如果你只有一根 對面積壓力就很大 碰就戳就戳破了 所以針山比較安全 一根針比較危險 所以呢 很冰床 OK 一根就很麻煩 那個面積的問題 就是跟 壓力跟面積成反比 就這個意思 OK嗎 OK 很好 好